大家好,我是三年假班的朱冠玉 我今天要朗读的是两只手套 松鼠妈妈准备要生小宝宝了 可是还没找到可以逼帮的地方 北方呼呼的吹着 松鼠爸爸很着急 他想找个暖和的树洞 但是每个洞里都有 松鼠爸爸从大树上跳下来 在雪地里都找找新看看 突然他踩到一个柔辣的东西 维系一看 原来是一只优大优厚的手套 他赶忙让松鼠妈妈躲进去 松鼠妈妈一连生下五只小松鼠 就五只刚出生的小宝宝 在手套里装满装的装进五根手指头里 一滴的睡起一觉了 松鼠妈妈睡在宝宝们的身边 保护着他们 松鼠爸爸也想装进手套里 可是里面实在太急了 他只好在外面 一着风雪用带尾巴 搭在身上 居满 忽然松鼠爸爸应见一阵脚步生 五个大男孩停在他面前 男孩带着一模一样的手套 松鼠爸爸一看就来了 这个大男孩要了手套 他是来取回他的手套的 松鼠爸爸说 谢谢你的手套 为什么要卸我的手套呢 大男孩问 因为我的五个宝宝 和他们的妈妈正躲在里面呢 要不然他们全都会冻死的 大男孩问 你怎么不进去呢 松鼠爸爸说 里面挤不下 我在外面帮他们打风雪 大男孩发现松鼠爸爸全身都是雪 他立刻脱下一只手套 放在水地上 然后带着我一下不声不响的走了 松鼠妈妈探出头来想谢谢他 直接男孩踩着雪 已经走远了 松鼠爸爸说 好好吧 保管这两只手套 明年春天 我们一定要收买给他 松鼠妈妈说 记得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